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二十七天天门处的解界处 叫炎镇已带了十多日的众将都绷进了神经 悬疑天君立在解界前面色沉沉 见了来者他被迎了上去 本君放在关了天下 是大凶指着 这还用得着关 紫衣尊神拟了他一眼 翻手视觉叹了解界 半空中一道闪电毫无征兆地突然降下 砸得解界一战猛烈摇晃 东华被气浪躺盖树杖 胸口虽有胸田翻涌 龙龙轰鸣不绝于耳 闪电相继划破夜空亮如白昼 你们都躲远些 他吻了吻气息 胆了胆自己的衣袍 所以与着天门便换出了连心境 众人的好奇心皆很不是时候地起了来 想凑上去瞧一瞧他手上的法器 却又对那紫衣尊神心怀敬畏 憋得着实难受 脸上虽也就瞧着憋屈 叶华咳了咳 很是时候地开口缓和了尴尬的氛围 天叔 带着你的人寻出安全的地方 避避 是 君上 行至紫衣尊神身前 一划作了一衣 神情严肃 恭恭敬敬 帝君可否让本君记得那结界 不必 他答得淡淡 注意力全放在了镜像上 从场面上看 战场依旧在索妖塔内 而墨约那方看起来也并未成太多的劣势 不过就是看上去狼狈了些罢了 天君若实在闲得亡 不如先着手安排几名塔将 好你个方案 将索妖塔修缮一番 若觉着时间还不好打发 也可回一趟喜务宫 招护厨子做顿好的 再让公额多烧些洗澡水 除了一览帮华外 再多被三间卧房 战局可是将要结束了 紫衣尊神呜了一声 若是天亮他们还不出来 本地君就该怀疑 进去的到底是不是 掌约司战神莫冤了 夜华向来喜怒不形余色 此刻板正的脸上 荡染了些欣喜 可是无需开启号天塔了 本地君方才说的还不够明白 他索性换了张长踏躺了下来 外头依旧瓢泊大雨 仙帐内 紫衣尊神坐在踏上 支支头看着铜镜 平静的面容五波无蓝 好似在看一出 还算是能叫他提起那么点兴趣的戏 悬疑天君被晾在了一旁 富有望了望的结界 约只得先回喜无功做准备 语注漫天 似天河泄愤 将要淹没九重 浴室地上激起了涓涓细流 交站在一旁 避雨的首位都失了鞋底 电闪雷鸣中 那座笼在二十七天上方的结界 欲发流光四溢 叫人不敢靠近 结界旁便是东华帝君的仙帐 隐隐可见 他躺在里头的长踏上 聚精会神地观着镜笑 心情胆战了一整夜后 待到天边破晓 天色断黑之时 这大凶的天象终是有了些改变 雨水收敛 却依旧连成了线 东华打了个哈欠 暗自探了他 所以合上了双眼 天书带着一队人马 依旧尽职尽责地守在天门外 无休无眠 也不敢靠近分毫 结界上的流光 欲加光鲜明亮了起来 将二十七天硬得明晃 也将躺在长踏上 打瞌睡的紫衣尊神 染上了一圈光阴 神圣不可侵犯 就在此刻 又一团鲜物凝聚在天门口 自带仙帐 前身上下干净的 连一滴雨水都没沾上 白底锦蟹依旧坚尘不染 他直至折扇 身板依然挺拔得很不自然 外观在一旁气定神仙 打瞌睡的尊神 他招呼来了天书 询问情况 这大兄的天下 帝君就睡着了 天书也是有些为难 但依旧维护着 老一辈神仙的颜面 帝君在此处守了一夜了 天明时才卸下 眉心抬来抬 连送呜了一声 随问道 一滑呢 他也不来管管 君上被帝君给赶 劝回去了 说是要先做些准备 他又点了点头 擅自在手上 一搭一搭地敲着 水珠自屋檐滚落 砸在地面上 溅起了不少细小水花 近日 九重天的清晨 没有了温和的阳光 绝而代之的是阴冷潮湿 天空中弥漫着草气惺惺 还掺杂了些叫人 闻着不太舒服的酸腹味 成语皱了皱眉 顶着一头烂糟糟的头发 自卧榻上而起 他做了个挺舒坦的梦 梦见自己睡了整整一天一夜 伸了个懒腰 他觉着身子有些轻飘 意识也有些轻飘 风萨萨 雨香香 不同寻常的声响 将半迷糊状态的成语援军 临台渐渐清晰了过来 所以觉着有些奇怪 怎么此刻转醒时 会在自己的寝殿中 他该守在27天 等着他的未婚夫婿 已堵住悠悠众口 又是谁将他送到了这处 成语觉着自己 不用猜也知道答案 可他不是伤得很重 上一回说 抱不动他这个板鱼筋的婆娘 怎现在受了伤 反而抱得动了 琢磨了一下 成语觉着也许 他并没有伤得那么重 成语是在虚张声势 想着自己又受了他一次骗 他愤愤起身 随便套了件衣裳 匆匆梳洗了一番 并就出了天驱宫 成语到底是从反界 飞升上九重天的神仙 虽单这个援军的体面皆品 但为是半点法力都不通 他撑着游洒 还未行之瑶池 并就施了衣衫绣鞋 到了瑶池远远遗忘 他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 果真 神仙在诸事不顺的时候 连老天爷都不放过你 不过几日的功夫 瑶池里的水就漫过了低暗 里头的浮渠 早已是被打得七零八落 惨败不堪 愁愁了片刻 他只得先往二十七天去 人命关天的时候 善离职守 也就算不得什么大事了 风滴滴邪邪 虽是微风细雨 但带到成语抵达二十七天时 他还是从头到脚 湿了个透 大老远的 他便见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对坐博弈 宛若时来天前的光景 只是老天爷的脾气 似乎不太应景 他傅又瞧了瞧那姐姐 也不知是不是 天色阴沉昏暗的缘故 叫他举着有些刺眼 揉了揉眼睛 他并禁止往那处去 止水先关回府邸 歇息去了 连宋淡淡地说了一句 连头都没回 成语愣了愣 觉着他十有八九 是在框他 少骗我 十一若是这么容易能出来 天君海仇进不去 他压根就没在里头 他蹲了手上的棋子 沉声道 打从一开始 他就没在里头 所以你也不必在这处守着 回去吧 连宋的语气 比这天上浇下来的无根之水 还要更凉上几分 叫成语身形一僵 他从未对他这么冷淡过 从来没有 他没了许久 才勉强说服自己 这样对彼此更好 走到结界旁 洋装朝里头一望 却在转身时 将余光扫下了坐着的那个人 他脸色看起来相当不好 额上也附着一层汗 他不敢多看他 恐漏了马脚 暴露了心思 于是指得匆匆设回目光 既然如此 那小仙便就告退了 他扶了扶身子 算是行了礼 转过身去 背影却显得有些孤寂落寞 子依尊神抬眼瞧了瞧他 又瞧了瞧对面坐着的那个 面色煞白的神君 缓缓落了一步子 悠悠道 你这是想开了 嘴角勾起些微的弧度 连宋也跟了一步 以退为剑罢了 不怕弄巧成拙 他这不还没嫁呢吗 擅自敲了敲手心 他有些得意 翁十一的府邸在二十六天 你瞧他 却是往三十六天的方向去 方才还偷看我来着 眉心一条 子依尊神并就将注意力 继续集中到眼下的起居之上 冰上的茶炉燃得漫漫 一粒青烟自火嘴而出 腾入本旧湿润的空气中 伴着阵阵茶香 浸着心脾 虽一直细雨绵绵 却也未有间断 天色渐渐放亮 让深陷阴霾的众人 见到了曙光 一句战霸 连宋拜下阵来 说得心服口服 藏藏浓云背后 终是现了一缕亮光 不消片刻 云开雾散 光风际月 子依尊神换出连心 进巧了巧 随衣袖清灰 拢在二十七天上方的姐姐 便就凭空消散 远处渐行渐进的 正是那衣袍 已经看不出眼色的 副神笛子 她的步伐不紧不慢 胳膊下还夹着个人条 东华起了身 端着副好架子望向那处 连宋虽然身子不利索 也只好费了点 切力站起来 田叔听令 臣在 送子来上神去折掩内处 是 帝君 田叔虽赶了过去 招呼手下 将已是不省人事的 昆仑虽十六弟子 抬去三十六天的喜无功 区区正邀塔 竟也能号上 莫烟上神一家老小十多日 还搭上了 小徒弟的半条姓女 莫烟的形容很是狼狈 却依旧端着板正刚直 稳稳当当的上神架子 但偶是有些好笑 她不喜不怒 语气平和 太成功的满月宴 本上神怎能错过 紫衣尊圣呜了一声 那就有劳上神破费了 副神笛子嘴角勾勒一母笑语 所以做了个请的手势 东华帝君也不同他客气声 便先行一步 连着打了十几日的硬甲 灰头土脸的始祖神 早已是累得半句话也不想说 他无精打采地跟在他们身后 带着两个小徒弟 打到回他人府 习屋宫内 宫儿早已是忙碌了开 端水送茶 皆是网易来帮华去 足足洗了个手 上晚便就迫不及待地上了饭桌 左手一只鸡腿 右手一个雪白的大馒头 吃得好似有人要捅他抢死的 洗完手腹又洗了个脸 墨烟这才在饭桌旁坐定 慢些吃 上晚只顾点头 手上的动作却丝毫没有放慢 待到他风茧残云过后 墨烟这才动了筷子 上晚摸着自己鼓鼓囊囊的肚子 趴在桌边陪他吃饭 不一会儿的功夫便就睡着了 墨烟心疼他心疼得紧 也不忍扰了他酣睡 将他安放到榻上后 匆匆吃了几口剩饭剩菜 副神笛子便就又出了门 洗无功的正殿内 已是聚了不少神仙 看样子皆是等着他的到来 半块附魔时 随威力大减 但依旧能镇得住他的些许魔性 墨烟直奔主题 待坐定后 他担起了茶盏 润了润有些火辣辣的喉咙 本上神将那妖王伤得不轻 却也留了他一条性命 夜华沉了沉 本军就就派重兵 把手的索摇塔 短时间内不需要 墨烟胸有成竹 时间长了 怕谁也守不住 磕塔上的子一尊神 这才悠悠开了口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看来本帝君 让你徒弟带给你的话 你并没有听进去 他端起了茶盏 扶了扶茶牙子 这烂摊子 墨烟少神准备如何收拾 仲仙皆望向了他这处 等他的答案 昆仑虚的主人并没有回答 左右那么一望 目光最终落定在了折颜的身上 十六怎么样了 伤及内力 恐要调养一阵子 墨烟沉了片刻 那薛儿可有苏醒 老凤唤顿了顿 有些为难 暂时还未有 他赴又望向子一尊神的方向 态度诚恳 半块附魔石 不太好使 还需些时日 那本帝君 就再给你些时日 他低头喝着茶 似是在思量些什么 短时是指多久 在话题有些跑偏的时候 连宋三殿下 问了个挺关键的问题 随即将众人的目光 再次引向了父神笛子 百余年吧 那百余年后 魔怨上神有何打算 若是百余年内 能找到法子 取出轩而体内的魔怨 那么本上神会把那 半块附魔石 放回塔基内 一切如故 但若 他沉了沉 左右第八层 还有浩天塔 不是吗 这一步缓兵之际 还真是前途未卜 紫衣尊神做了总结 随衣袖一抬 电门便就打了开 一个亮枪 还未来得及滚到地上 红色的身形 就被捞到了怀中 今回未定的同时 凤九还有些尴尬 搬拉着冬华的衣袖 支支吾吾的 我是来寻姑姑的 走错门了 走错门了 你们继续 可本帝君觉着 你并不是走错了门 捞着她的胳膊 没有半分松懈 反倒还紧了几分 叫你听墙角石站着停 这句你倒是记住了 凤九的心秃秃直跳 灵影射红到了耳根子 她结巴道 当真是走错了 扶着她的胳膊站定 凤九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一片青紫 木得闯入眼底 她随一愣 然后大惊 东华 你手上怎么轻了一块 这是在哪里哭到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 疼不疼 脸上挂了些委屈 她索性大大方方 将衣袖又掀了一段起来 底下更大的一片衣袖 并就暴露了出来 纵使在战场上 伤得浑身遇血 也没坑过一声的 东华子府上阳君 此刻竟只为了这么一丁点 不见血的皮肉小伤 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着自己的地后 诚恳地喊了一句疼 折眼浑身一颤 觉着自己可能是在做梦 木烟和叶华同时别过头去 身形肌都颤得有些厉害 扑斥一声 脸色没能绷住 引来了紫衣尊神的侧目 我伤口疼 你们继续 她赶紧扶上了自己的腰 方才这一笑 倒真是牵动了伤口 将她一阵钻心地疼 你这是同人打架了吗 凤九的注意力 依旧在东华的胳膊上 她心疼她心疼得要命 碰着她的胳膊 一副快要哭出来的形容 那刺客竟然这么厉害 是挺厉害 她随口答了一句 这抗力情深的一幕 落在那冷面无情的 上古尊神身上 还真是叫人觉着 急急看不顺眼 深吸一口气后 木烟这才咳了几声 提醒他们同时 也缓了缓店内的尴尬 凤九寻着声音望去 葡萄丝的大眼睛 瞪得低流远 木烟上身怎如此狼狈 最又看向自己的夫君 那刺客当真如此厉害 她难得有耐心地又重复了一遍方才的话 的确厉害 扇子花的一下展开 连送眼着半面 却难言语气中的调侃 地后不是还要去寻天后吗 凤九愣了愣 所以连连点头道士 我这就走 就走 不打扰诸位谈正事了 她在进封点 叶华给她指了条明路 送她下这节台阶 店门富有河楼 仙丈加持 染上了一层神秘 五彩霞云染的天边 失路的九重天 富有渐渐陷入了阴暗 本是灰白色的一时 此刻呈现暗淡的深色 叫人心情都跟着阴郁起来 紫衣尊神端着一副好架子 走得悠哉悠哉 她的身后跟着个 同样走路漫漫悠悠的 连送三殿下 她摇着扇子 额头上却还涉附了一层薄汗 脸色已比方才散醒无功时 要白上了好几分 东华的脚步放得更慢了 你若撑不住 但可先断了之 不必跟着 你以为我不想 连送的声音 已是有些虚飘 一撇便就见着远处墙根 弄着的一小片裙摆 东华暗暗沉了口气 本帝君还以为 你会趁此凉机 把伤口震开 弄一湿的血来吓唬吓唬她 扇子摇动的频率更快了些 她觉着有些气短 她不吃这一套 所以你反着来 装坚强 收了步子 连送直着折扇 朝她那一指 不服气道 什么叫做装坚强 本殿下是真坚强 这么重的伤 都没坑过一生 该装脆弱的时候 还是要装一装的 子依尊神语重心长 扶又呜了一声 继续朝着远急功的方向去 想来大约是三殿下平日里 装得太过平凡了些 不管用了 嘴角抽了好几抽 连送这菜又卖了两条 软绵绵的腿跟了上去 左右都是你有礼 我说不过你 不说了还不吵 你早该有这个觉悟 身子恰成这样 还白费这个力气做事 不就是为了让你不无聊 东华嗡了一声 鼻音悠长 听起来似乎挺满意 连送至少还有这么个觉悟 本帝君要离开九重天一阵子 他突然就岔口了话题 你不能轩而醒来 他若醒了 你趴着仙鹤来避海苍林 送个信便是 你这是要去避海苍林 擅自掩着嘴角 他凑上去 还不怀好意 带着奉酒 子依尊神拟了他一眼 你有意见 不敢不敢 连三殿下奉承道 地后有印 当带去逍遥逍遥 当去当去 傅又问了一句 那你准备去多久 本帝君想回来的时候 自然会回来 师爷该玩够了再回来 但往日有了孩子 就没这么自由了 他意味深长 东华呜了一声 语气悠悠 荡在墨色的空中 有些空灵 亦有些飘渺 待本帝君归来时 不知能不能喝上 程玉同志舍相关的喜酒 拂又落井下石 想来到程玉有了孩子 也不会就像现在这样 闲来无事 干在你后头了吧 这善当即 便敲上了自己的脑门 连送悔不当初 他年少时怎就如此想不开 同着紫衣上的老神仙 做了忘年交 一时足成千古恨 为时交友不慎 自寻烦恼 自讨苦吃 默默地又走了一段 神后暗中跟随之人 终是把手离去 连送松了口气 这才抬了衣袖 擦了擦脸颊上滑落的汗水 他的忍耐已经极限 虚弱排山倒海 就如同昨夜的暴雨一般 将他吞噬 嘴角勾了一次笑 他暗暗庆醒 清晰自己终是挺了过来 没有让承宇乔 见他没出息时的模样 你可以走了 紫衣尊神的话语间 透着些许无奈 本帝君明日就回避海苍林 不必来送 须摆着脸 抬手做了做样子 身板却依旧鼻挺 他恭恭敬敬 声音却低得有些异常 就此别过 就从天这处 由我看着 帝君安心玩便是 不用老机挂着这里的事情 言必 连送便迫不及待地 散作一团仙物 仙顿而去 紫衣尊神仰头望了望天色 黑云遮天 明月繁星接腻了踪迹 一阵抢风刮过 吹乱了他银色的长发 随有零星几片树叶 飘落在他的衣袍上 他伸手打了打 浓眉阴挺的眉毛 微不可查地脸了起来 他望向二十七天的方向 站了许久 风越发大了起来 墙角的菩提网声 被摧残得凌乱不堪 东华收了心思 随也朝着一时三天的方向 掐了个仙顿角